颈部运动 先慢慢地低下头 让下巴轻轻地靠近锁骨的位置 让脖子的后侧有被拉长的感觉 接着将头尽量地向后仰 好像要用后脑勺的位置碰到了你的脊椎骨 把头慢慢地摆正 头不要转动 再将左耳缓慢地靠近左肩 渐渐地收回 将右耳缓慢地靠向右肩 将头慢慢地摆正 保持肩膀不动 头向左侧转动 眼睛越过左肩 向远处看 然后收回头 向相反的方向 再做一次 将头尽量地向右转 把头慢慢地收回 让下巴轻轻地靠近锁骨 将头朝顺时针的方向 绕一个圈 再渐渐地向逆时针的方向 绕一个圈 好 请大家跟我重复一次 轻轻轻地低头 让下巴靠近锁骨 脖子后侧 好像有被拉长的感觉 慢慢地抬起头 轻轻地向后仰 再慢慢地向回收 头不要轻轻轻轻轻地向右边 再将左耳 缓慢地靠近左肩 再慢慢地收回 向反方向 缓慢地靠向右肩 把头摆正 保持肩膀不动 头向左侧转动 让眼睛越过左肩 向远方看 渐渐地收回 将头尽量地向右转 慢慢地将头摆正 再轻轻地低下头 将头朝着顺时针的方向绕圈 经过了脖子的每一个侧面 感觉一下你的颈椎的情况 慢慢地收回 向逆时针的方向来绕圈 再将头轻轻地摆正 颈部的绕圈运动 可以帮助你 将因压力而紧绷的脖子 尽量地放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